词曲 李宗盛 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 心痛陌路的口 难心却还流透 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 抱着碎裂的心 继续下一个梦 也知道 我们并不会退缩 狂奔的念头 不再停止温柔 一直到 将来我们都成熟 就不再困惑 生命有多少过错 我在旷野漂流 漂流的尽头 就是你爱的宽容 你眼底的温柔 也为我保留 心的寂寞 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 心痛陌路的口 担心却还流透 Zither Harp 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 抱着碎裂的心 继续下一个梦 一直到 将来我们都成熟 就不再困惑 生命有多少过错 在旷野漂流 漂流的尽头 将是你爱的宽容 你眼底的温柔 也为我保留 心的寂寞 过去种种抵挡 我的手掌握 不管哪有多困难种种 你自卑的手掌握 我的心的窗口 这就是保留 这就是宽容 我 在旷野漂流 漂流的尽头 就是你爱的宽容 就是你爱的宽容 你眼底的温柔 也为我保留 心的寂寞 你爱的宽容 有多少苦痛 有你和我一起度过 一起承受 我的心的寂寞 有多少快乐 有你和我一起相守 一起感动 我很相守 大家好 我是波基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 我自己的畢業感言 首先呢 我們在國小的日子也沒多久了 進入不同的國中 大家也一起分開了 那 我先來介紹我一到六年級 對我的老師 那個 一到二年級是 那個 黃淑青老師 第二個是蘇幾健老師 他是三到六年級 那我們先說說 黃淑青老師 他 是我從 一下到 二下 對我最好的老師 他也是我們 他也是我最崇拜的老師 在我頑皮世界也沒帶錢 老師他很願意借我錢 可是我忘了跟老師借 那也很謝謝這位老師 對我的關心 那接下來要說三到六年級的老師 蘇幾健老師 我還記得他 四年級都對我們很好 我們去品格學院回來的時候 他請我們去冰 然後 四年級入跑時 他請我們喝飲料 我們也跑得很辛苦 那現在到了六年級呢 那現在到了六年級呢 也有路跑 跑得也很好 前六名 都是我們 主將 那 我要謝謝老師 三 六 連來 對我的尊尊教會 謝謝兩位老師 那現在要說的是 我們網球隊的教練 江萬奇教練 他 是國手 也教了我們很多技巧 如何去應付的對手 在 青年盃 打冠軍的時候 張教練 不在旁邊 是我們老師 對 A隊 的人 說 請 教如何 打的技巧 這位 張教練 也對我們很好 我還記得 中華盃 我們 去 抖六 高中 比賽 比到了 很晚 A隊也比到 9點 我們B隊 是達到第五名 但我忘記幾點了 反正呢 這個江教練也是對我們很好 還有 這個蘇智堅老師也對我們很好 在球場上 也 教我們了很多 打球的技巧 那 還有一位 吳老師 他 他是 我們網球隊裡面 最老的一個教練 他 曾幫助過 一些 同學 也 有 教我 打球 他青年盃也有去看我們比賽 那 他 因為 受傷 而不能來陪我們打球了 那現在呢 我可以來介紹我的同學了 那接下來 我同學 要一一的介紹 第一個是 我的隊友 江日倫 他 是我去 抖六 高中 比中華盃的時候 我印象最深刻的隊友 他 坐在我的右斜前方 坐在我的右斜前方 他常常 搞笑 跟曹復一起搞笑 那 下一個是 柏廷 柏廷 他是我們 A隊主將之一 他人 個性很好 喜歡跟我們大家玩在一起 那 下一位是 曹復 曹復 是我們班最好玩的開心果 他幾乎每一節上課 老師的課 都可以逗我們大家開心 每天都很快樂 那下一位是 永安 他是 羅憋子打球的 他 他喜歡 唱歌 我們有時候 都可以聽到 他還在唱 一些 歌曲 男生先介紹一點點 那女生也要介紹一點點 像是 江孟璇 他是 女生A隊主將 然後 女生A隊主將 他打球技術很好 偶爾還會 偶爾還會一起搞笑 然後 第二個 就是 沒了 然後 我要謝謝 在 六年來 對我們 教 我們的老師 謝謝你們 跟我們 一些 知識 那 現在 現在 要畢業了 那 我也祝大家 畢業快樂 還有 老師的優點就是 他 他 他 常常在我們 不在的時候 偶爾會唱一些 比較搞笑的 歌曲 然後 唱得比較高調 又 讓我們 笑得很開心 那 這樣 大家 再見啦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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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